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 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呢 跟大家聊一个台湾的新闻啊 台湾这个官媒 党媒 这个喉舌 他又来了啊 中央社他又来了 今天这次的新闻跟网上不一样啊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民进党啊 今天也算是做了一件啊 真的是很神奇的事情啊 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他说他同意王毅的说法 真的是啊 民进党你现在怎么了 硬下去啊 对不对 别什么同意王毅的说法 你就对着干 对不对 你就拼命的对着干 对不对 干嘛呢 同意王毅的说法干嘛 我现在很多的朋友也都看到这个新闻了 这个新闻的标题给大家读一下 就是说啊 这个外交部说啊 这个所谓的外交部说啊 同意王毅说台湾和乌克兰不同 但是啊 坚决反对矮化 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啊 这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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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在同意王毅啊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在对着干的 那拼命还是对着干 对不对 他反对嘛 那坚决反对矮化了嘛 但是你看去新闻里面啊 真的非常非常搞笑 你知道吗 真的是很搞笑啊 就是说你看一看台湾现在就民进党 这帮人真的是十分的小心翼翼 他的用词浅据啊 非常非常小心啊 我们看就里边啊 你看到了民进党这种小心 你就知道民进党现在这个感觉到底是什么了 首先跟大家读一下这新闻啊 针对啊 外交部长王毅昨天矮化台湾的主权的言论 外交部表示啊 王毅称 然后的话台湾与乌克兰没有可比性 这点台湾同意 但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 台湾绝不同意 王毅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先别生气啊 各位朋友先不要生气 你觉得这段话里面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了吗 大家觉得这段话里面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没有 我再跟他读一遍啊 读一遍奇怪的地方 跟他读一遍啊 就是说王毅称然后台湾与乌克兰没有可比性 这一点台湾同意 但是啊 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 台湾绝不同意 王毅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感觉到奇怪了吧 他为什么把台湾变成了一个拟人化的一种状态呀 就是说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台湾绝不同意 王毅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是谁 谁是台湾 对不对 到底谁是台湾 你给我解释解释啊 民进党 民进党为什么用这样的用词前句 不想负责任 比如说啊 如果说这段话是外交部说的 这个所谓的台湾的 这个伪中华民国的 这个外交部说的 那你就说外交部人说了 外交部的谁谁谁说了 外交部的什么什么人啊 说了 吴昭熙也说了 那么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台湾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你就直接说嘛 对不对 没人出来负责任了 大家发现了没有啊 这是一篇新闻稿 这刚才跟大家读的这一部分 是没有人说的 就没有人说过的 是新闻稿里面体现出来的内容 这个新闻稿体现出来了一个台湾 台湾说台湾不同意 台湾还是绝不同意 王毅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你没有办法辩解嘛 对不对啊 之前跟大家说过 那个汪洋和洪秀柱的私下的对话 汪洋就说了嘛 你分裂主义 你逃不过中国文化这一关 为什么逃不过中国文化这一关 中国文化里面就有中国历史 历史上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清清楚楚 台湾是从谁手上出去的 对不对 是谁将台湾从中国的手上拿走的 这都很清楚 台湾人从哪来 对不对 要什么时候来 来了多少人 是因为什么事来 在中国的历史上清清楚楚 你搞分裂对不对 分裂主义 你先把这一关给我过了 过不去呀 对不对 历史都摆在那里 你是过不去的 就是因为到处都堵住了他 可以拼命想往外去钻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现在就有了这种奇奇怪怪的 这种发言方式啊 台湾绝不同意 王毅说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是谁啊 到底是谁不同意吗 到底是谁绝不同意啊 1450决清 你快来告诉我 硬起来呀 不要拿台湾人当成什么塑胶做的 对不对 你们都是硬的 对不对 不是塑胶 你赶紧出来说一说嘛 谁呀 对不对 这不是你的党媒 你的喉舌 你的官媒的桌腰社的新闻吗 怎么那么奇怪呢 没有人出来负责 这就是台湾 大家发现了没有 台湾现在真的是一种战战兢兢 硬话都不敢说的一种状态 再跟大家读去里边 就是台湾所谓的外交部 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欧江安表示两岸互不隶属是客观事实 台湾的未来应由台湾2300万人民自行决定 北京不断以军事外交打压台湾 想要侵犯台湾的意图明显是破坏台海和平国际秩序的根源 这也说明为何中国迄今仍不愿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举动 欧江安表示台湾具有战略关键地位 然后外交部同意台湾与乌克兰本质完全不同 台湾会持续与友好的民主国家一起努力捍卫自由民主的生活价值 然后抵抗专制威权的扩张 一堆骗当话 很多的朋友可能很看不爽他们这么说话 但是说实话他没有一个没有一个连贯的一个逻辑啊 就前面就说什么前面居然还能扯到了什么俄罗斯 什么乌克兰打仗的这些事情后边就变成什么呢 什么民主自由什么民主国家一起努力 然后怎么怎么样 问题是本质的东西 你就是不敢触及 王毅就敢直接说你台湾就是我中国的一部分 为什么因为历史就怎么样的简单 你什么时候能把这个东西拨倒了 你再说吧 这就是台湾现在的困境 台湾人看清楚了吗 看起来是硬化 本质你反驳一下嘛 对不对 本质难不成反驳的就是台湾绝不同意王毅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是谁呢 对不对 欧江安敢说这种话吗 还是说你们的那个吴钊燮敢说呢 还是蔡英文敢说 还是苏贞昌敢说 你说了 哎呀 乌克兰那就真的是要跟台湾变得差不多了 敢说吗 并不是说你说的怎么怎么样 只不过就是因为你说错了嘛 你放去全世界去说 对不对 然后美国都说了嘛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一个中国政策 一个中国政策 为什么是台湾问题上的问题呀 对不对 你如果跟中国没有任何关系 为什么美国人举着一个中国政策呀 台湾人想都明白这个事情吗 一个中国政策 就是因为国际上都认同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这就是一中政策 敢反对吗 敢反对吗 你反对一个事实吗 对 你反对一个事实 全世界那些国家就算是想帮你 他也得好好琢磨琢磨 因为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都得遵守一中政策 对不对 你敢不遵守一中政策 直接就是一个断交的一个结果 你可以看一看立陶宛有没有被收拾 立陶宛还没有敢触及到一中政策这个事呢 你台湾敢不敢 大家明白吗 这就是台湾的困境 台湾不敢碰的 大家知道吗 台湾不敢碰这个了 台湾能跑去哪里啊 哪里都跑不了 他敢台独吗 对不对 为什么蔡英文现在高喊维持现状 原因就是在这里啊 今天讲完这个新闻 我再跟大家多讲一个新闻呢 第二个新闻呢 这个新闻呢是联合早报的新闻 联合早报呢 他有一篇文章啊 这个比文章比较有意思 跟台湾也是相关的 我把这两个新闻放在一起 跟大家来谈啊 这个是联合早报的下不查 然后他说啊 这个俄乌启示 就俄罗斯和乌克兰这场战争的启示 美国对于台湾的战略模糊破功了吗 其实你就能看到这些海外的媒体 就算是啊 他想要跟中国拼命的死磕那种状态 配合美国吗 对不对 但是他也找不到任何的点 你知道吗 这个国际局势的发展 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出路了 你看起来这是一篇文章 但是的话 你看到里面去 你都不知道他说了什么 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个新闻啊 讲什么美国对台湾的战略模糊破功 我只是用了他的标题 他的内容简直是不开入目 你知道吗 并不是说写的有多恶劣啊 就是说他写了一堆的废话 很长的一篇新闻啊 写了一堆的废话 你看去他的最后一句 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反制的一个东西啊 我跟大家先讲一下他最后一段啊 再跟大家讲 为什么我要拿他的标题 跟大家来聊啊 他的最后一句啊 就是说 得往下拉一了啊 他的最后一句就是说啊 这个什么 最后一段吧 跟大家读一下啊 就说可预见的是啊 美国不会随意调整战略模糊政策 而如果真做出调整的重大决定 很可能意味着台海局势紧张 将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俄乌战争对台湾最大的启示 应该是别走偏锋挑衅 自身做好万全思想准备和自我防卫 别老问老共打来 美国会不会出兵 天晓得这谜底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揭晓 最后一句就是 别老问老共打来 美国会不会出兵 你看没 你不要问嘛 你不要老问这个问题嘛 天晓得这谜底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揭晓 你整篇文章写下来 你就是教大家不要去思考嘛 你放到最后一段不就这个意思吗 你不要去想 你不要去想什么老共打来 美国会不会出兵啊 然后的话 天晓得怎么怎么样 什么样的方式 归根结底 你在避免什么 你避免大家想什么事情 尤其是关于俄乌战争这个事情 你避免大家想什么 原因 这个东西非常直接 你避免想就是美国不会来嘛 你干嘛让大家不要去想这个事情呢 美国不会来 做好自己嘛 你不自己也说了嘛 你做好自己 对不对 别挑衅 别走偏锋挑衅 做好万全思想准备和自我防汇 那么做好自己嘛 对不对 你要跟大陆打仗 你做好你自己 然后不要老挑衅 不要什么走偏锋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也别想什么美国会不会来 对不对 别想 然后的话那美国会不会来 不会来呀 做好自己嘛 对不对 其实他们想写这篇文章的意思 就是说你台湾还得维持着 依赖于美国的政策 可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台湾人的问题 我一直以来都在跟大家说 台湾人只要想明白这些事情 很多的问题都不成问题了 他想明白什么 就是他的未来在哪里嘛 对不对啊 台湾其实从1949年以来 对于台湾的未来 其实每这每几十年 他都是很清楚的 我以前跟大家说过 49年之后 老蒋来的时候说的什么 反攻大陆嘛 台湾的未来在哪里 他们未来就是整个 中国的统一嘛 这种中国的统一是老蒋 反攻大陆为结果 对不对 他的未来很清楚 然后到小蒋 这个也没推翻 对不对 到李登辉 其实也没推翻 到台独上台 就不一样了 台独上台 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未来 我们台湾人的未来 那就是台湾独立 对不对 然后台湾独立 才是台湾的未来 可是呢 大家发现了没有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是啊 你不管怎么样 台湾都不敢喊独立 那是为什么呢 不要去想 对不对 不要去想 台湾人别去想 可是他们就是最怕 台湾人想这个事情 如果你独立也不行 你反攻大陆也不行 你还剩哪条路啊 台湾人自己想的明白吗 对不对 就这么样简单的一个答案 你从1949年 看着几十年 那小小的历史而已 然后台湾的出路 其实每一个啊 就所谓的台湾的那个领导人 然后都在给台湾出路 对不对 都得指一个方向 带着老百姓往那个方向去走嘛 最开始带着走的方向是反攻大陆嘛 民进党一上台 就是要台独嘛 现在台独也不行 反攻大陆也不行 你的出路还在哪里 对不对 你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吗 台湾人这个问题想不明白吗 对不对 美国人不会来 美国人不会来 那这个这个答案更直接 你非得要台独的话 你非得要挑衅的话 看一看乌克兰嘛 其实大陆啊 解放军啊 去武统了台湾 那有可能美国人来 对不对 就算咱们就算是美国人来 对美国人来 好吗 打这一仗 然后之前我跟大家说过解放军在中国近海无敌 行不是无敌 咱们就说解放军弱了 对不对 弱很弱很弱 然后在在台湾这个岛跟美国人去打仗 那我就想请问一下 大家大家真的是可以想想 那美国人赢了 那台湾这个岛 他不被打的稀烂吗 不跟乌克兰一样吗 对不对 台湾人自己不想想吗 然后的话就算解放军输了 弱的不行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咱们也别说什么中程弹道导弹 咱们也不说什么火箭弹 能够覆盖整个台湾岛 对不对 咱们也不说什么超高音速的导弹 对不对 咱们也不说什么辽宁号航母 对不对 咱们也别说什么055的大区 052驱逐舰 咱们都不说 好吗 咱们也别说戒20 对不对 然后的话戒11 咱们都不要说 这些东西都不提了 好吗 然后的话就说中国解放军弱了 但是的话在台湾岛上打仗 我就想请问一下 然后的话 这个岛烂不烂 会不会被打烂 对不对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他们就是不需要 不希望你们去思考 不希望台湾人去思考 出路到底在哪里吗 对不对 然后美国人会来 美国人不来呢 对不对 美国人不来 然后的话 这个民进党拼命就是往台独去走 然后的话 拼命的号召台湾人 跟解放军就这么死磕 就这么对干 对不对 然后就一定要打 那打 行 没问题 打 然后的话 虽然说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国军的战力 大家看在眼里 但是只要打仗嘛 你得拿炮轰一轰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台湾这个岛怎么样 对不对 台湾这个岛到底会不会打烂呢 不管美国人来或不来 解放军赢或输 美国人的赢或输 台湾这个岛到最后都会被打烂掉 就算是美国人来了 好不好 保卫你台湾岛 然后的结果呢 解放军打赢了 你这个岛烂不烂 对不对 你台湾的出路在哪里吗 这些人海外的这些媒体交给台湾人的是什么 不要去想 不要去想 对不对 你千万别想 然后跟乌克兰一样 然后这些不要想 美国人会不会出兵 也不要去想 千万别抬头看 动他look up 千万不要抬头看 然后的话 你只要有点脑子动一动 你都能判断的出来 台湾这个岛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吗 经济 两岸的经济 已经迷成这个样子了 你台湾将近一半的出口 都是依赖于大陆 然后还要怎么样 不说打仗 你的经济这50%全给你砍了 我想请问一下 台湾这个岛能活得下去吗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大家也都知道 那个什么华为被美国人制裁 台积电也必须得跟着要制裁 对不对 不卖华为芯片 那大陆的这些手机厂商全倒了吗 没有啊 台湾就剩台积电了 可是大陆对于你台积电的依赖有那么大吗 你已经不卖给华为芯片了 大陆的手机厂商倒了吗 华为倒了吗 对不对 大不了死撑吗 对不对 手机一个行业算什么 它是最高精尖的科技吗 它也不是啊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大不了拿我一个手机这样的一个行业 换一个台湾岛 不挺好吗 台湾人想不明白这个事情吗 还天天护国神山 护国神山 台积电只有对美国人有价值 台湾人要想明白这个 台湾台积电对于大陆没价值 咱们就说正经的 和平统一了 台积电就算在台湾岛上面 但对于大陆来说也没有任何好处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的专利全在美国人手里吗 对不对 你和平年代 你得讲道理吗 对不对 你得讲法律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那个什么美国人拿的专利呢 中国人也不能随便用吗 对不对 然后的话就算是和平统一 这个台积电还在台湾岛上 也就是这样的结果呀 你台积电对于大陆有什么影响 对不对 你台积电已经停止往华为去送芯片了 那现在华为也照样火着呀 对不对 就这样一个很简道理 台湾人就这么样啊 就这么对着干 对不对 就这么继续挑衅挑下去 你的未来在哪里 其实很清楚 现在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化 就是能够让老百姓 能够让一般人看清楚这个国际 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时候对于每个人都非常重要 就是说都能看到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世界上哪个地方哪个地方都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闻 然后的话大家就可以思考 思考我们的走向到底应该走往哪里 对于台湾来说同样也是如此 你自己要想明白 你自己想不明白 到最后倒霉的是你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别人不能强迫你们去想的 你看看像海外媒体联合早报这样的这样的媒体上来 看起来写了一篇很长的一个文章 还叫下午茶 对不对 下午茶 你看起来这是联合早报 他们很重要的一篇 一篇文章 一篇算是新闻吧 写的那么长 厚厚厚厚厚的 那么写了一堆废话 然后的话最后一段说 大家不要去想 对不对 然后的话你不要去想美国会不会出兵 问题是你写这篇文章干嘛 对不对 你让大家不要去想 你写这篇文章干嘛 看完你这篇文章就画句号了 其他事情我不想 那对于谁有利啊 对不对 这样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 简单的答案 总而言之 王毅啊 或者汪洋啊 汪洋跟红秀柱的那次啊 私下的对话 其实写写写 说的非常的清楚 你能从汪洋的这种态度看得出来 中央到底是准备怎么解决台湾 你台湾你要自己想明白 道理我全摆在这里 制度的对比 谁好 谁坏 你想一想疫情 对不对 然后呢 你的分裂主义啊 到底有没有出路 你想一想中国历史 等等等等 你只要把这些东西想清楚了 还有对国际局势啊 关于乌克兰 美国这些问题 美国会不会出兵 然后的话 乌克兰 你不管是到最后美国赢 还是俄罗斯赢 乌克兰这个这个地方 到底会不会给给打的吸烂 你台湾人自己要去想 这些问题只要想明白 你就有答案 你想要什么样的出路 你就知道了 总而言之 你到底是为谁好 你就是为了美国人好了 对不对 我不去想 不去听 不去看 美国人来不来 无所谓 对不对 总而言之 我到最后要为美国人去打仗 对不对 我要为美国人挑战中国大陆 对不对 我要毁掉中国大陆 对不对 你要做这个事情 那你有好结果才有鬼啊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 欢迎大家点赞 订阅 打开小铃铛 谢谢大家收看啊 再见